桶甘 桶甘又稱為椒甘或草山甘 是甘菊的一種 因為早年農家將採收的果實存放於木桶中以便於運輸 桶甘因而得名 由於桶甘的成熟期大約在每年12月到來年3月間 正值於農曆春節的前後 因此桶甘也被稱為年甘 現在市面上常見的桶甘品種 又可以細分為桶甘、海梨甘、高牆桶甘 在瓊林種植桶甘的果農黃泉鑫先生 早年在竹北地區從事於消防工程 由於不捨年脈的父母栽種果樹的辛勞 黃泉鑫毅然地結束了消防工程的工作 回到瓊林老家接下了果園經營的種擔 轉眼間這已經是20年前的往事 接下果園之初 它以栽種桶甘為主 後來開始引進了原產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佛利蒙甘進行嫁接 佛利蒙甘的果形較小 外型圓扁而果皮呈現深橘紅色 皮薄之多肉質較細 田中帶有微酸 我們這邊的土地跟氣候比較適合柑橘 新竹地區種出來的柑橘 每天清晨天還沒亮 黃泉鑫跟所有的果農一樣 早已在果園裡穿梭忙碌著 在柑橘類的果樹栽種過程中 定值是第一項藥物 大約在冬末春初的時期 果農必須依照柑橘樹的不同類型 來決定果樹栽種的行出距離 果樹與果樹之間通常會保持3至6公尺間距 使得果樹能夠獲得合理的生長空間與養分 接下來的一整年裡 果農們忙於枕枝、修剪、架接、蔬果、蔬草、施肥 它們總是小心翼翼地觀照著每一項環節 對果農來說 天氣的變化與病蟲害 是它們面臨到最大的挑戰 稍有不慎 就可能讓它們一整年的辛勞複之一聚 所以它們必須不斷地在開發新品種 與更新栽種技術上下功夫 人家說農夫是看天吃飯 去年年初的時候 北部有下雪嘛 因果寒害之後 它的開花跟結果力非常少 這個量喔 沒辦法說每年都一樣 那氣候不好的話 產量就會很少 你要不然有蒼蕭 有潰瘍 還有一些是像芝麻啦 葉額去釘去咬 每年10月中旬 果農們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 桶甘採收季節 它們會用噴灑瘤瘋的方式 來催熟尚未成熟的果實 當原本青綠色的果皮 開始轉變為橙紅色時 桶甘已經逐漸成熟 接著果農把成熟的果實 從樹上撿下 並一籃籃的裝車 載回工廠進行篩果 篩果是透過玄果機來進行 依照一顆顆大小不同的果實 進行分類和清洗 最後以人工的方式 將透明塑膠袋 投在每一顆土桿上 這樣包裝的目的是 為了防止土桿因為膨撞而損傷 柑橘的話 除了果實之外 也有人拿來做酒 現在有人把柑橘拿來做果實 所以我們必須要 不斷來把野藏在那裡 一年的心情與付出 終於結成了一顆顆飽滿 而甜美的桶甘 每當人們將這些美好的結果 做為迎村納福的必備品時 果農們心中的喜悅 知識妙不可言了 期待豐收 感謝土地 與分享果實 這正是一向胡思的果農們 滿懷熱情的動力來源 不管未來還有多少挑戰需要面對 他們還是會秉持著這份 甘之如意的樂觀態度 繼續投入下去 作詞曲 杜粉絲